高雄一名女子带着小朋友前往小港区的一家牛排店用餐 发现了店家送餐的时候没有戴口罩相当不满 后续在网络上留下了一颗新负评 并且写下评论说业者在餐点里头喷口水 业者看到之后气炸了 表示说虽然当下没有戴口罩 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没有讲过半句话 并公开了监时期的画面证明自己的清白 粉色双鱼女子带着小朋友在牛排店用餐 却发现业者和其他服务人员没戴口罩 让他认为店内卫生有疑虑 事发在高雄小港区一家牛排店 当天这名女子带着小朋友点了一份铁板面 还有一份鸡腿牌 用餐过程发现店内人员没有戴口罩 要求对方佩戴当下被拒绝 没想到女子后续禁留下负面指控 评论上写着老板态度非常差 不卫生送餐不戴口罩 还在餐点上喷口水 虽然当时我没有戴口罩 送餐过程中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对谈 自己不小心把那个饮料给打翻了 去帮他擦拭桌面 说你可不可以戴口罩 反正我也就不多搭理他 他就在我的那个Google评论上面 我在他的餐点上面喷口水 业者调出电视器画面证明清白 也强调如果评论餐点口味可以改进 但被污蔑喷口水无法接受 如果说他愿意来跟我道歉 其实我不追究这件事情 有这个疑虑的话 我会要求我们的员工 以及我自己都会要求戴上口罩 业者后续也回复评论 要对方亲自到店内致歉 只是因为没戴口罩 引发消费纠纷 业者愿意改进 但也希望消费者能理性评价 记者吴宗轩肖志远高雄报道